我觉得走后不掉脸的这号机 就只有好机就能敢起得出来 老姐姐给你们讲一下 怎么在西班牙的首都马德里 免费的度过一天 星期六的晚上 这个床位就会非常的紧张 这是个常识 我也知道 但是这个紧张也不至于说 一个什么上下床你知道吗 而且是一个破床 上面有三个铺子 上中下 他竟然一张床位 卖到了89欧元 有的甚至都上了100欧元 你知道这100欧元什么概念吗 相当于卖到人民币800块钱 这真的就太夸张了 因为我原来在意大利罗马的时候 我有跟一帮流浪汉搭帐篷睡过 这个故事以后跟你们讲 于是我就心想 他妈的这个钱老娘才不让你挣 老姐姐就一气之下 去那个迪卡龙 就买了一大堆的 这个就是露营的设备 然后里面就包含一个帐篷 里面有这个气垫床 有一个睡袋 还有这么一个LED的小灯 然后还买了这个充电的 无线的这个打气的泵 然后我就把这个收据 给了我一个法国的朋友看 然后他就笑 他说妈呀 你这个电子的这个充气泵 这是最贵的 比你这个床垫 比你这个帐篷都贵 因为他原来知道 我在跟流浪汉住在一起的时候 一起刷牙 我用电动牙刷的这种射死状态 他就说他可以想象 万一你跟一帮流浪汉在一起睡觉 然后大家都在那搭了帐篷 然后开始给帐篷充气 然后你偷刷一个电子缝就非常的高级 然后又是一个大型的射死现场 然后我在这个西班牙马德里这边 有一个仓库 我有很多东西就放在仓库里面 然后一个月的租金是320人民币 下面还有人在那边接我 嘿嘿小情侣 然后我到了仓库之后 因为我两个手机 一个是贵的手机 一个是便宜的手机 然后我就把我的SIM卡 从我这个贵的手机里面拿出来 放到了这个便宜的 就是一个iPhone X 于是否呢 老姐大半夜的啊 大概已经23点了嘛 然后我就拖了一箱的这个行李 这个行李里面其实没有任何东西 全部都是这个 野营需要的东西 比如说野营需要的这个帐篷啊 野营需要的这个 这个什么灯啊什么这些 就是我买的一些东西 然后呢 我就拖啊拖啊拖啊的 呃 我找了半天嘛 其实我就没有找到一个 怎么说呢 合适的地点 我在这个谷歌地上面呢 看了一下 就是附近有一些公园啊 这种绿地什么这些的 如果在那种绿地地方嘛 就是安营扎寨的话呢 可能就会稍微 我觉得会安静一点吧 然后因为我在这个区嘛 也是个富人区 我就觉得相对而言 可能流浪汉呀 这种不安定的分子嘛 就应该会少一点 其实我很害怕 就是我害怕最后挨枪子 对吧 万一有些人这种人喝醉了 拿把枪 蹦蹦蹦 朝帐篷里面开几枪 对吧 老姐姐不就挂了吗 就他妈死在荒郊野里 然后呢 我就走啊走啊 找到了一个这个公园 我就进了这个公园的门 我看到这个公园上面 有一个牌子 上面显示的就是 早上七点钟 到晚上的二十 就是零点 然后它的这个开门时间 但是我觉得吧 一般西班牙人呢 比较懒 我不知道他们大半夜的嘛 还会不会有人去工作 我当时嘛就抱着一个侥幸的心理 我就想说 反正在里面呆的啊 我估计应该不会有这个工作人员去 这个清场的 于是乎呢 我就拖了这个行李嘛 就进去了 然后呢 我当时啊 你看到姐姐就拖了这个床库 然后呢 搭起来这个帐篷 然后呢 就是开动了这个变动码的啊 这个变动的就充气过 然后这个床嘛 就得很快啊 就一分钟就充气充起来 然后呢 我就把这个睡袋放进去啊 还披着个小毛毯 哎呀 你看里面就像一个温馨的机窝 然后当时我就想 我说应该写一个什么 blow job post 这种blow job club 就给人家路过的人 点灭口 然后你们想想啊 这种比较帅的直男啊 就是路过老姐姐的帐篷啊 老姐姐就像这个手术带肚的这个 啊 这个捕鸟柱一样 蹭一下从帐篷里面出来啊 直接把这个直男就拖进去啊 来个五花大宝 来个这个黑山老妖西光的 然后嘛 我带好帐篷之后呢 大概过了有二十分钟吧 然后嘛就有一个车你知道吗 闪着那个双闪就在那种 像景车一样的那种颜色 就一蓝一红 但是他们绝对不是景车 开一开始嘛 就说了一串这个西班牙语 我们听也听不懂 我就只会说一个Hola 就是你好 就我觉得我在泰国也是这种出息了 你知道吗 在泰国呆了他妈都快四五年了 只会说最基本的什么 Savadiqa什么之类的 哎呀真是太垃圾了 然后我就说完Hola之后呢 我就说了一串英语 然后呢对方一看嘛 这个是个外国人 然后呢他们就说了一段英语 然后呢我觉得啊 这两个工作人员 他们的这个英语水平还是不错的 就是比我接触过的啊 要好很多 因为我在西班牙这边嘛 会说英语的真的 尤其在马德里 我就感觉就是 他们没有这种英语的这种概念 因为他们西班牙语在国际上面 也很使用的广泛 就跟我们中文一样 所以就是我觉得他们有那种 迷之自信 就是觉得哎呀 反正我们会说西班牙语就好了 根本不需要去学个什么 英语啊什么之类的啊 所以就是这两个这个啊 公务员的工作人员 还会给我说一些基本的英语 告诉我说 这里不能睡觉 让我离开 不然的话呢 就要报警了 我觉得这么一气呵成 说出来啊 真的还是让我挺震惊的 给打个满分啊 给打个满分 然后呢 他们就开走了 老姐姐嘛 就灰溜灰溜的把自己哥 所有这些东西嘛 就整理起来之后呢 老娘就撤了 然后呢 我就拎着这些行李嘛 就走出了这个公园 又找到了一个落脚的地方 然后呢 这个落脚的地方呢 是在一般那种小孩嘛 不是他们有那种儿童乐园嘛 就是一堆沙子啊 一堆那种什么玩具啊 就是那种爬梯之类的 老姐姐呢 就在这个位置啊 安营扎寨了 然后我选的这个新的公园嘛 我真的觉得是还环境不错的 因为一方面嘛 就是这个西班牙嘛 到了周六周五的时候嘛 这个罪汉啊 就特别多 然后我在这个地方呢 就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罪汉 然后也没有这种闲杂人员 都是些什么老太太啊 跟个狗啊 什么之类的 就大半夜在那边遛的 然后呢 我就趁周围没人嘛 我也害怕就是说 哎 万一我在那边搭帐篷的时候嘛 有人过来来问我之类的 然后我就觉得很尴尬 万一他们叫警察 把我拈子走吧 然后我就趁周围没有人 我就火速的把那个账筷啊 在五分钟之内啊 包括那个气垫床就搭起来了 就一开始嘛 我没有睡着 原因嘛 就是怎么说呢 还是有点不习惯 有点那种忐忑的感觉 就是大概过了二十分钟之后呢 有个该意思的狗啊 我靠就吵我 就是这个狂吠 而且离我也不是很远 就能够听到 他那个狗叫的声音啊 就离我越来越近越来越近 就直至呢 在我这个帐篷的跟前 然后我当时嘛 就比较紧张 我就在想 万一这个该死的狗 他妈咬我啊 就是怎么办 因为我这个帐篷嘛 它是两层的 我感觉嘛 就是他也不至于说 咬得到我 但是嘛 为了小心起见 对吧 万一把老街的头和脚咬 怎么办 因为我这个头和脚啊 就已经就是挨着 这个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这个帐篷的这个长度啊 正好跟我这个头和脚啊 就已经是挨着的 如果说我要是这个 对吧 万一这个死狗咬我的话 妈的老娘不就是 他妈又他妈被狗咬了 对吧 之前他妈在泰国椰子树下面 袭击巴的时候 他妈就被狗咬了 真他妈该死 作孽 然后呢 我就把这个身子拳起来 等于说我的头和脚啊 都离开了这个帐篷 这样就安全一些 然后后来这个狗呢 我觉得也特别是该死啊 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 就是该死的狗 一定有该死的主人 他这个主人嘛 他怎么说呢 就我觉得是个女的啊 这个主人明显就管不住这条狗 他跟这个狗呢 就已经喊了好几次了 让他离开这个地方 那个狗根本不听话 而且你知道在狗外嘛 就很少有狗啊 是拴绳子的 我觉得他们的拴绳子呢 原因是因为 他们可能是有只小狗 他们害怕这个小狗 被这种大狗袭击 然后呢 他们就不会 就会给拴绳子 但是那种大狗啊 我看下来 很多都不拴绳子 反正这种该死的这种大狗嘛 这种大型犬 你知道吗 想咬谁咬谁 想吵谁叫就吵谁叫 后来这该死的狗嘛 闹腾了大概也20分钟吧 这个女主人嘛 我觉得她应该是走远了 我觉得她也是良心发现啊 就走远了 然后呢 就给老姐姐的一片亲近 然后呢 我当时嘛 就是在帐篷里嘛 就会胡思乱想 也会害怕 说万一有个人拿把枪 朝这个帐篷开起枪 把老姐姐给射死了 射死了 老姐姐宁可被鸡巴操死 也不要被这个 被鸡巴的惊艳淹死 也不要他妈的被一个枪给射死 他妈死得太冤了 人生还没有完满 然后呢 迷迷糊糊嘛 这种胡思乱想啊 就想了想了想的累了 然后就睡着了 然后睡醒之后呢 就已经是大概第二天早上六点半了 然后呢 又有一只该死的狗 你知道吧 是另外一个 这个主人嘛 一天又是个老太太 这老太太的声音嘛 就比较沙哑 然后叫这个狗啊 叫了半天 也是这个狗 最后也离开了 但是这个第二只狗嘛 就不像第一只狗 那么的难缠 你知道吗 就是还是比较听主人话的 叫了几次吧 然后呢 他就离开这个位置了 然后呢 我看了看时间嘛 当时已经就是快到七点钟了 我想也不能在这边待着了 因为再待的话呢 因为八点钟天亮了 对吧 说不定这边就会有更多的人 过来散步啊 然后呢 万一对吧 他看我从帐篷里面出来 然后到时候举报了警察 各方面 我觉得会很不方便 然后老姐姐嘛 就从帐篷出来之后呢 如沐春风 把这个帐篷重新叠的叠 就收起来之后呢 就又拎回到 就是那个仓库那边了 然后呢 仓库那边呢 你想他们有卫生间嘛 然后也有水 因为在西班牙嘛 他这个水龙头的水 是可以直接喝的 对吧 老姐姐喝了几口水啊 这个压压惊 然后呢 啊 刷了个牙齿的个眼 对吧 然后呢 抹了个抹滴霜啊 抹了个防晒霜 擦了点鼻鼻霜 你看又人魔狗样的出去站街了啊 这个早上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日常护理就完了 啊 又穿着人魔狗样的就出去了 出去之后呢 老姐姐们就去了 这个新发客待了待 待到下午的时候呢 我有一个这边 一个开咖啡厅的 一个中国老板 我叫他叫雷哥啊 雷哥人特别特别好 你们以后来马德里一定要去他人家的这个这个咖啡厅去吃啊 啊 我跟雷哥是清白的 雷哥都已经60多岁了啊 老姐姐啊 啊 这个尊敬老年人 哈哈 哈哈 啊 雷哥其实蛮帅的啊 又帅人也特别的精神 而且也很有那种就老当义壮的那种感觉 你知道吗 然后他妻子嘛叫Sophie啊 人特别的善良啊 真是 贤妻良母的感觉 然后他们两个开一个咖啡厅嘛 然后做这个生意 挺稳的 然后呢 他雷哥嘛 也会说非常非常流利的这个西班牙语 你看老姐这么一顿彩虹屁啊 就到时候一定要把这个链接发给雷哥 让雷哥看看啊 看老姐姐这么夸他啊 因为老姐姐 后来吧 他叫我去吃午饭 等于说老姐姐去他咖啡厅就白吃白喝 然后呢 吃了一个吃了一个那个 呃 拉面 然后特别好吃 然后他自己卤的牛 哎 怎么啊 这个午饭你看又免费的解决掉了啊 然后嘛 吃完饭之后 老姐姐在那边又趴了睡了一会儿啊 又睡了一个小时 睡醒之后呢 我就觉得头还有点油了 我觉得要去洗个澡 你想等于说有两天没有洗澡 然后呢 老姐姐就非常半见的 就大不留心的闯 就是闯到的人家一个亲侣 就是这个亲侣 我之前住过 然后呢 我就 但这个亲侣也该死 你知道吗 就是要白白占他们便宜 就能够心理平衡 因为他把我法国女友的钱给扛 所以老姐也要过去报复一下 干嘛的 然后呢 我就大不留心的就进了这家亲侣啊 反正他们前台嘛 也没有就是管 因为他前台在打电话 我就直接大不留心的 就走到了他们的那个淋浴间 因为亲侣嘛 他这个淋浴嘛 都是公共用的 然后呢 我就在这个淋浴间嘛 就拿出来老姐姐的一小块的这个洗发膏 你知道吗 然后呢这个直男必备的这个洗发膏啊 就又可以洗衣服又比洗脸 可以洗身上 又可以洗头 他妈的四合一 然后就洗这个澡 你看到这个这个头发啊 瘦发这个美美的 然后呢 洗完澡了之后呢 就大不留心的就出来了 出来之后你就觉得啊 这一天啊 要不是他妈上午去了个星巴特 点了个咖啡 买到了呢 这一天就等于说一分钱没有花 你看啊 所以呢啊 给宝宝们一些灵感 你们以后这个穷困了早的时候呢 也可以对吧 一分钱不花在这个欧洲啊 这个啊 继续的这么混啊 骚浪见起来 好了 今天节目做完了 拜拜 拜拜